蔡英文总统在国庆演说 喊话北京当局愿意共同寻求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 对此大陆外交部回应 而大陆国台办 想在小英总统演讲前一天 率先公开主任刘洁一 为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一书 撰显的引言 内容强调应该实现中国统一任务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并坚定遏制台独势力 挫败任何两个中国 或是一中一台的图谋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另一方面金融时报8号报道 马斯克在访问中提出 解决两岸冲突的方式 就是让台湾成为 大陆的特别行政区 但是要管得比香港宽松 大陆外交部起初低调表态 台湾问题是大陆内政 没想到才过了一天 就立刻改口 大陆驻美大使秦刚 9号先在推特转发专访 感谢马斯克呼吁两岸和平 同时表态认同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当天大陆外交部也改口 赞同马斯克主张 因为碍于美国立场 马斯克虽然没有名讲 但事实上只是换个说辞 支持一国两制 北京当局不要因为台湾活跃的民主体制 而有所误判 无认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是可以妥协的 蔡英文总统在国庆日 高喊捍卫民主自由 但大陆涉台学者包成科指出 民进党政府不该将台独政治主张 绑架成台湾民众对民主的要求 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综合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